两个月的小猫尿床的原因 其实两个月的小猫还没有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自我排便的一个意识 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基本上都跟猫妈妈生活在一起 或者是其实在这个时候即使脱离猫妈妈了 他们也只是在一个刚刚断奶换粮的一个过程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的一个就是生活习惯还不是保持的非常好 这个时候猫砂盆用起来还不是特别的得心应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不建议把它放在床上 或者是放在我们的就是居家的这些比如棉被这些上面去玩耍 因为他们确实不会很好的去做控制 可以再等他们大一点 可能在三到四个月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一个自我意识已经养成的非常好了 他们用猫砂盆已经非常习惯了 那这个时候基本上尿床的情况就不会再有了